在网上搜索强迫症 大部分视频不是逼死强迫症的 就是强迫症福利 如果第一个视频让你感到不适 请发一个难受的弹幕告诉我 你可能需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没有感觉 只是想了解强迫症的 请发一个我很好奇的弹幕 那么这个视频所展现的内容 正是你需要的 被自己的思维绑架 不断重复的梦魇 强迫症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有一点洁癖 非常追求完美 每一件家具都有特定的摆放位置 不能容忍自己家里出现任何一点污渍 甚至在商场的货架上 看到摆放不整齐的饮料 都会走过去摆正 你大概率会怀疑 他是不是一个强迫症患者 抑或是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看到不整齐的东西就非常不舒服 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出现一点点变化 甚至写错一个字 你宁愿重写一遍 也不愿意留下难看的划痕 有不少人很乐意给自己加上强迫症的标签 认为强迫症就是一种完美主义 洁癖 偏执狂 虽然做事极端 但都很有能力 可真正的强迫症并不是开个玩笑 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完美主义 它是一种精神疾病 是一种从大脑到行为的失控 患有强迫症的人会不受控制的出现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 强迫思维就是指在正常的生活中 脑海里会突然冒出一个极端的想法 并且难以去除 纪录片 强迫症心魔中的主人公 舒菲脑中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我好像杀了人 他越想压制这个想法 想法就变得越清晰 走在路上 舒菲会不断地回头确认自己的身后有没有尸体 吃饭的时候 舒菲会不断地确认自己的仓刀上没有特殊的血迹 拿着绳子的时候 舒菲要提醒自己不能用绳子把别人勒死 他知道自己的状态不正常 可就是无法消除这样的想法 甚至于会随着想法的不断重复 而真正产生杀人的冲动 虽然杀人的想法只是极端的个例 但强迫症患者在强迫思维的干扰下 很难正常生活 他们无法集中精力思考 甚至会因为专注于压制强迫思想 整个人半个小时一动不动 强迫行为则更加的简单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例如总感觉自己出门万锁门了 亦或是家里的窗户没有关上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离家近一点的 大不了回家看看 离家远的可能就暂时压下这个想法 等晚上再回去检查 这属于正常现象 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轻微的强迫行为 但强迫症患者则不同 他们要反复检查十次 二十次 并且每次出门都要进行这样的流程 强迫症最典型的强迫行为就是重度洁癖 在纪录片《强迫症心魔》中记录了一个强迫症患者准备武昌的过程 抹肥皂 洗手 用手肘关掉水龙头 甩干手上的水 然后拿出盘子和面包 抹肥皂 洗手 用手肘关掉水龙头 甩干手上的水 在不碰到面包边缘的情况下 从面包袋里拿出面包 再次洗手 甩干手上的水 给面包铺上火腿片 洗手 把一切收好 这还不是他真正的诱餐流程 仅仅只是简化后的展示 强迫症患者知道自己的重复行为是在浪费时间 但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让他们每天至少都要花一个小时 在这些无意义的重复上面 为了避免焦虑 强迫症患者会选择减少自己的活动 出门要检查门锁 那就尽量不出门 吃东西非常麻烦 那就一天吃一顿 内心总是有不好的念头 那就一直睡觉 睡着了就不会胡思乱想 迄今为止 强迫症的病因依旧是一个谜团 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 例如遗传因素 大脑功能受损 童年创伤 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等 正因为强迫症的致病因素非常复杂 所以关于强迫症的诊断 必须用专业的心理学量表 来评估强迫症的严重程度 例如耶鲁布朗强迫症量表 针对强迫症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 早期的治疗方法更是颇为血腥 就是简单粗暴地进行前脑叶白字切除术 这种手术简单来说就是给你的头盖骨开个小口 将脑白字切断器插入 通过旋动切断器来切除前额叶与其他脑区的联系 只要手术成功 强迫症基本上都得到了缓解 但这项手术有着严重的副作用 如果说大脑是人的司令部的话 那么前脑叶就是司令部的总司令 进行前脑叶白字切除术 强迫症是没有了 但病人也无法进行更高级的思维活动 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具行尸走漏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姐姐 罗斯·玛丽·肯尼迪 她因为自力障碍接受了前脑叶白字切除术 结果自力不生反降 术后只有两岁儿童的智商 连生活都无法自理 更讽刺的是 这门手术的创造者莫尼兹还因此于1949年 获得了洛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好在现在大多数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前脑叶白字切除术 剩下一些还没有禁止肝像手术的国家也有着严格的监管制度 目前主流的强迫症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比较著名的心理治疗有两种 一种是生田疗法 讲求的是一个顺其自然 让你接受自己有强迫症的事实 另一种则是暴露及反应干预 也就是让你处于你恐惧和焦虑的事物之下 并且逐步升级 比方说你有洁癖 一开始就只是让你摸一下干净的纸 然后逐渐升级 之后可能是一张图图画画的纸 什么时候你能够面部改色的触摸 什么时候你能够面部改色的触摸脏东西的时候 你的强迫症也就痊愈了 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 抑或是强迫症的判断 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嘱咐 要知道强迫症的治疗极为漫长 从出现症状到完全痊愈 需要和强迫思维不断博弈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比喻 强迫症像是一个人走进了黑暗森林 四周都是沉寂和恐惧 为了抵御黑暗森林 就要发展出一种仪式 或是强迫行为 或是反复思虑 来抵御无边无际的黑暗 没有谁有神奇的疗法与药丸 可以瞬间治愈强迫 在这里祝福陷入黑暗森林的人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观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看书百遍 终有一得 我是熬悠 在心理学知识海洋中 分享有用心得的弗洛伊德 谢谢大家